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给予的名字爸爸妈妈取的 这就叫做given name is jack 那么如果这个given放在另外一个位置 各位看到given their inexperience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翻成给 给他们的没有经验 你就会发觉你真的看不懂 可是如果你受过简单的123加4的训练 你就知道英文的借词加上名词 会成为一个片语一个短语 对而言这就是一个短语 各位朋友 这就是你的句子跟结构 你看到的是整个句子之后 你的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一个一个清楚的结构 这个句子的主词动词在这个地方 they have done 他们已经做了 a good job 123 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了 做得很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副词的片语短语 given their inexperience inexperience是一个标准的名词 叫做没有经验 他们呢没有经验 那么这个given各位朋友 它就是个介细词 介细词加上名词 那么这given第一个办法就是你去猜 他们做得不错啊 可是他们没有经验啊 那这是不是有一点点 虽然他们没有经验 但是他们做得不错 我们来以他们的经验程度来衡量一下 他们真的已经做得不错了 因为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这个given呢 在这里呢 如果翻译成中文 可能翻译成考虑到 这样子是比较漂亮的一个解释 考虑到他们并没有很多的经验 他们事实上已经做了一个不错的工作了 做得可以了 given their inexperience they have done a good job given their inexperience they have done a good job given their inexperience they have done a good job 考虑到他们的经验不足 但是他们已经做了相当不错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说 这一二三加四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真的是在你学英文 会用英文的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神奇的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 能够推广给大家来使用 因为有了一二三加四的英文思考模式 在这种茫茫的字海里面 你就会发现 它是有个非常清楚严谨的架构 一二三加上红颜色的四 那么之后你要处理的只剩下这单字 而单字甚至可以从上下文拆个八九成 实在不行 你就去查字典 这样子几乎一本字典在手 你就可以看懂全世界的英文 这样子自己看懂 那才是千真万确的 即使有时候你输入进去 到了这个电脑字典里面去 它翻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完完全全 是你看懂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要让大家 有一二三加四作为步骤一 你把步骤一建立好了 你真的懂了这些英文的思考方式 你再进一步的去学习更深更难 或者是到国外去跟外国老师学习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 轻松多了 希望六个符号成为大家的步骤一 详细系统完整的学习 就请各位来进一步参考我们的 韩寿课程及面寿课程 大家一起加油 打拒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